今年金歲獎除了評審團的專業評選之外 也特別增加了幾個會外賽 來廣納多元意見 除了一開始頒發的觀眾票選獎之外 還有接下來要頒發的影評人推薦獎 歡迎頒獎人代表影評人評審孫智希 大家好 午安 今年的金歲獎會外賽增設了影評人推薦獎 他的目的是希望在正規評審的資深 然後深厚的創作與製作實戰經驗的觀點之外 多加入另一種紙上談兵 然後站著說話不腰疼的評選觀點 大家知道影評人就是平常需要分析趨勢 然後做大舉觀 所以常常會要挑剔台灣短片 說可能題材的重複性太高 或者是手法的太類似 但是今年的金歲作品就是讓我們都覺得非常驚艷 因為剛剛上述這個長久存在的問題 它突然消失了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暫時的消失 但我希望它從此消失 所以想先謝謝在座各位創作者派出了這麼多元 然後豐富的作品 然後我們總共五位的影評人評審都看得非常愉快 雖然多元又愉快 可是我們還是沒有辦法選十部出來 我們最終還是只能給一部這個獎 那我現在就代表其他四位影評人評審來揭曉 第43屆金歲獎影評人推薦獎得獎的是 季厚峰 顏晶薇 季厚峰 額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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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分享一個故事好了 我記得拍季厚峰的時候 的最後一場戲我們 是轉景的時候我們使用車在路上泡沫了 然後當下我們其實有點 因為離拍攝定點還有段距離 我們當下其實蠻懊惱的 可是劇組人員其實大家都二話不說 是要來幫忙把車推到定點 然後我們繼續完成當天的拍攝 我覺得當下我看到場景 我覺得這不只是拍 這不只是推車啦 這也是拍電影的過程 我們再合理拍不定 謝謝大家 謝謝 恭喜得良人 也謝謝頒獎人 哇 接下來要頒發的這個會外獎 真的厲害了 我也好想要蹭一下他們的流量 就是我們的社群名人推薦獎 評審從我們的國師到百萬youtuber 通通都有他們在社群的影響力 光是youtuber的訂閱人數 就高達380萬 等一下得獎者 我先提醒你一下 你回去po文的時候 記得tag他們趁流量 當然啦 你要tag我也是可以 這邊是我的QR Code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參考一下 好 謝謝各位 好 廢話不多說 讓我們歡迎社群名人代表 頒獎人 Hook 各位評審 各位前輩 各位創作者 還有各位工作人員 早安晚晚晚 我是Hook 怎麼了很好笑嗎 因為我是youtuber 所以好笑是好事 那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 可以來頒金稅長 那我很喜歡看電影 雖然說我是學歷史的 不過最一開始電影其實是無聲的 那在日本有一個職業叫活動辨識 他們會出來講解電影現在演到哪 角色在幹嘛 那隨著有聲電影的出現 這個辨識這個職業逐漸消失 那其實我有時候會思考 或許辨識其實沒有消失 因為我們每個人看完一部電影 都會因為角色裡面的遭遇感到痛苦 或是會因為某個結局 充實面對生活的勇氣 我們用看電影的那幾分鐘 來體驗與我們自身截然不同的人生 最後再用我們自己的經驗 去歸納這一部電影是什麼樣的感覺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是自己的活動辨識 那很榮幸今天可以代表唐其樣老師 好好還有反正我很閒的卡跟中加波 來替大家揭曉 來替大家揭曉 第四十三屆金稅獎社群名人推薦獎 我想做這個動作很久了 感覺很厲害 第四十三屆金稅獎社群名人推薦獎 得獎的是大冒險鐵路黃小山 我其實不知道我這個講的 然後剛剛字幕挑出來的時候我嚇壞了 我有買過社書 只是因為當我買了一本我就變得很夯 因為我朋友都會搶著要看 好我想參加影展最棒的事情就是 就是讓自己的作品可以在電影院大螢幕上播出這樣 然後跟著觀眾一起靜靜的在螢幕投影折射的光影之間 然後你之我我之你 就像剛剛有一個圓活的導演講 這個經驗是無比的浪漫 對 好所以我希望我之後還有作品可以跟大家在電影院相約這樣 謝謝 恭喜得獎者也謝謝Hook 接下來我們進影片 耶 我入圍了 etta行 瓦杯 你 好緊張啊 接下來有請我們今天的精髓導師莫子儀 請我們來為我們頒獎 歡迎莫子儀 大家好 我是莫子儀 不好意思 因為我正在劇場買了一根戳 所以聲音有點沙癢 我的第一部短片是黃明正導演的 十六零一短片《野麻雀》 也是第二十一屆最佳劇情短片 然後很榮幸的在二十多年之後 可以再回到這裡 跟大家一起鼓勵分享 我今天要頒發的是最佳紀錄片和最佳演員獎 希望不論得獎與否 大家都可以記得自己拍片的初衷 堅持自己對電影的信念和價值 然後希望大家在二十多年之後 也可以像我或是烈姐 渠導和可善導演 以及在場的許多前輩長輩們一樣 再回到這裡繼續鼓勵未來的創作者們 謝謝 好 那我們來看第一個獎項 最佳學生紀錄片 入圍的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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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評審 謝謝評審 然後謝謝 謝謝評審 然後謝謝幫助過這部片的所有人 然後謝謝一直讓我拍片的家人 然後謝謝師長 謝謝所有紀錄片的夥伴 然後謝謝我的背色者曹大哥 黃老闆還有所有會出現在這張桌子們的大哥大姐們 然後在拍攝紀錄片的過程中 我覺得尤其這部片很大的懷疑是 我都好喜歡我的素材喔 可是我要怎麼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呢 所以真的非常感謝在過程中有所有看過 因為我是一個人製作 所以有所有幫我看過素材 看過剪接看過片段給我意見的人 是你們讓我知道這些東西都是有價值的 那我也會繼續相信我自己的判斷跟感受 繼續創作 謝謝 接下來要頒發第二個獎項是 這是最佳紀錄片 我們來看入圍的友 第43階級最佳最佳紀錄片 得獎的是 您 陳偉潔 愛極為貼近困難處的方式 忠實展現足腳在自我身心 價比其社會現實中的處境與掙扎 心力直接追由能刻意表現原理或悲情 我們恭喜回家這喔 參加影展的過程其實就像進入一個體制 其實蠻複雜的 一方面我們會有欲望的達人 但另外一方面又會很害怕他的悲癌 甚至會感到刺痛 所以我們會適應、會反抗、會被淘汰 會死去或是被死去 甚至會退縮回黑暗的角落 在這個終將被抹去的路上 我們只能盡力地去釋放選擇 第四十三階級最佳演員 得獎的是楊磊衣 首事業 楊磊衣在身上 楊磊衣在傳遞裡發揮 和青史上的新型顏色 本身上下散發 一組一組無一樣傳奇性的魅力 讓我們見識到他的強悍與不妥協 脆弱與溫柔 各位大家好 因為今天莉莉姐她在運營拍戲 所以由我來為她帶領這個獎 那以上是她的能幹感言 我先放嗎 謝謝金碎獎 感謝各位評審給我的肯定 謝謝宜山導演的指導 還有莉莉姐以及全劇組的夥伴 在我剛開始拍戲的時候 不像現在 有很多電影獎可以參加 所以金碎獎對於 懷抱夢想的影片工作者 格外重要 那個時候底片很貴 有些朋友想盡辦法 省事簡用 拿著8厘米的攝影機 來拍短片 我們都笑說他們是在拍小電影 然而參加金碎獎 是他們創作生涯最重要的起點 能夠獲得金碎獎 也成為邁向電影大師的第一個肯定 今天我很幸運的 得到了我的第一個電影獎項 這個侏容或許意味著 我的表演事業又將展開新的契機 我一定會更努力更認真的走在這個路上 謝謝金碎獎 謝謝評審愛我 我愛金碎獎 謝謝各位 恭喜李瑩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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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再來奪發第二位 第四十三屆金碎獎最佳演員 得獎的是潘之銘 貓與蒼蠅 潘之銘 首先就是我想要謝謝 貓與蒼蠅的所有劇組工作人員們 還有外籍公演員們 還有莊哥才藝姐 以及最重要的就是這部片的導演 曹世安導演 謝謝你每次在我沒有自信的時候 都居然相信我 因為有你們才能夠完成這部作品 然後我也想要在這邊謝謝最早引領我入這一行的 李瑩瑩導演跟麗芬姐 我終於有這個機會可以站在舞台上 好好的謝謝你們 然後我也想要謝謝 一路陪伴我的安妮、小子、白跟 聖山先生、開門大哥、聖地大哥 還有我創建學會 跟傳播部的夥伴們與前輩們 還有我生命中的靈魂導師 執電大作先生 以及我最愛的家人 我的爸爸媽媽 還有我今年剛誕生的寶寶 跟我的另一半 謝謝你們成為我溫暖的後盾 我覺得我一直以來 可能都不是一個最好的演員 然後也有很多的缺點 可是我在這一路上 一直以來都很努力 非常謝謝金瑞獎給我這個肯定 我會帶著這個獎 然後繼續的努力下去 謝謝